局域网电脑监控软件如何监控公司员工的电脑 首先打开LSC局域网屏幕监控系统安装程序 在老板灯电脑上,安装LSC控制灯软件 安装完成后,打开刚安装好的LSC局域网屏幕监控系统 将软件界面上方标题栏中显示的本机IP地址记录下来 到员工电脑上,同样打开LSC局域网屏幕监控系统安装程序 再打开LSC,被控端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,到桌面上按热键,OUT加L调出员工端设置窗口 在员工端IP地址框中,输入刚才老板端标题栏中记录下来的本机IP地址 端口号用默认的23101即可 设置完成后,点击确定按钮进行保存 接下来再回到老板端电脑 点击软件左上角文件中的添加员工 在弹出的员工添加窗口上,修改一下员工名称 端口号为默认的23101,点击确定按钮进行添加 这样就可以在老板电脑上,实时监控到员工的电脑了 以上就是局域网电脑监控软件 如何监控公司员工电脑的全部教程 谢谢观赏